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啦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言 等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今天會講一下孕婦嘔吐的問題 嘔吐這個問題 通常會出現在孕婦懷孕的初期 經常嘔吐悶 或者是沒有胃口 他們又會很擔心不夠營養 那袁醫生 怎樣去處理孕婦嘔吐這個問題呢? 孕婦嘔吐通常是第一個三個月的周期 第一周期 會作悶、嘔吐 是嗎? 那都幾常有的 即是不多不少都會有 那不是只是早上早 因為在英文叫做Morning Sickness 那其實不是只是早上早 任何時間晚上都會有的 那當然呢 因為孕婦在懷孕的時間 其實需要很多營養 是比較平時額外還要多些的 那如果你經常嘔吐 是吃不到東西 吸收不到 當然對那個BB是有不好的影響 是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遇到這個任神呕吐 都應該即時去處理它 那當然很多時候呢 那些人過了第一個三個月 那荷爾蒙慢慢適應了 那任神呕吐這個症狀呢 那就會很多時候會好回來的 那但是如果你持續到十二個 十三個星期還有呢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嚴重的事情 那跟著一定要去處理它 那處理首先由那個飲食開始 那在任神呕吐有一個情況呢 其實你身體會告訴你 那些食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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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吃到不舒服了 那聞到就怕了 那你假裝吧 自己懂得做吧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些什麼食物呢 那我知道呢 維他命B集呢 是會幫助你那些 處理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作偶作悶那種的不適 那所以每天早上呢 你可以吃一些 那些完整的多士 或者餅乾啦 那個醋米啦 那個燕麥啦 還有Whip Germ 這些這樣的 那個麥配胎 都是很好的 那當然呢 要自己吃得下 那還要吃多一些的 特別的營養啦 那當然呢 不要強行吃太多東西 寧願少吃多餐 一天裡面你吃多幾餐 我知道呢 那個醃綠素的植物呢 維他命K 是很豐富的 那維他命K 亦都可以減少 我們的作悶那樣的 那如果你的營養都發得 有時候覺得 突然之間悶起來呢 那可以做得到什麼呢 就是拿一片薑 拿一片薑 來含一下它 或者拿一片檸檬 或者青檸 在口裡含一下它 那這些很簡單的 在食物方面 可以處理得到的 那有些什麼自然的處方 可以處理到嘔吐的問題呢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剛才所說的 用薑 那除了喝薑茶之外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我都用一些 就是用那些 用那些 軟裝的 那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呢 原來呢 原來呢 在外國呢 有一個我叫做那個 苦產科的雜誌裡面呢 有三十二位懷孕的女性呢 就是用那個薑去處理呢 發現呢 三十二個裡面呢 有二十八個呢 是改善了的 OK 那而一個對照組裡面呢 三十五個人呢 只有十個是對照組改善的 那也都知道呢 懷孕的人 吃薑呢 是對那個懷孕那個 那個 是沒有懷的影響的 是非常之好的 那就是這裏呢 在科學上呢 已經證實了呢 是薑是幫助到這個 的作用作用 其實中國人很多人都懂的 很多人都懂的 去旅行的時候呢 如果遇到這些情況呢 用薑 薑是暖的胃 那還有呢 就是那個 維他命B6 那它也都試過呢 用雙重蠻脹的方法呢 是直接注射下去的 那發現呢 哦 原來B6 也都幫得到的 用二十五個mg 每日三次啦 那除此之外呢 就同樣的療法啦 是不是 非常之好 拿手好氣啦 同樣的療法呢 有幾隻 很多都好幾隻 很好的療劑的 其中一隻呢 我們英文呢 拉丁文叫做 Epi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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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icat是叫做 兔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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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名思義 是嘔吐 所以兔筋呢 是對於這些嘔吐的症狀 很好的 兔筋的症狀呢 它那個 重點呢 它是不斷作得 惡心的 知道嗎 它是想作悶作悶的 但是 吐了之後 嘔吐了之後呢 又不幫到啊 不是說啊我好作悶 嘔吐了之後舒服了 它又不會舒服的 這種這樣的 不斷的 不斷的那種 惡心的這種感覺 這就是一個 兔筋的症狀 是 兔筋呢 有一個很有趣的症狀呢 你身上的舌頭看看 那條舌頭是很乾淨的 嗯 就是沒有什麼舌頭的 這個也是主要的 兔筋 很重要的 的症狀來的 就是經常好像 作悶作悶 但是嘔吐了呢 也都幫不到 沒有舒緩的 沒有舒緩的 那第二呢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馬前子 那馬前子 對付那些 惡心啊 嘔吐了 那通常我都 和以前大家 分享過了 馬前子的人呢 包括女性狀 很敏鎮的 嗯 很敏鎮的 通常呢 都會有便秘啊 還有那個 那個火燒心 這個症狀 那人怕冬 慢慢鎮鎮 那種的症狀 那另外一隻呢 是叫做 Kochicum Kochicum 那一般來說呢 Kochicum 是叫做 秋水 秋水仙 那一般人呢 是認識 那個秋水仙呢 是用在什麼地方呢 是用在那個 痛風的方面的 哦 秋水仙呢 是用在痛風裡面的 效果是 差不多是驚人的 至少九十幾% 都會有效的了 那當然呢 在西醫呢 都有醫痛風的 而他們用的藥呢 竟然就是秋水仙 不過在同一個療法呢 我將這個秋水仙 這個草藥呢 將它稀釋了的 而在西方醫療呢 就用這個 是一種藥性 一種重劑量去用的 所以呢 我們是有很不同的地方 那Kochicum 秋水仙呢 除了在那個痛風之外呢 原來對任神的嘔吐 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那症狀很有趣的 它連聞都不能聞的 看都不能看的 即是那種這樣的 一看著 一看著這些食物呢 它就作嘔作悶了 尤其是雞蛋和魚 這兩樣食物呢 它聞到 就看到它已經嘔吐了 不要說吃 吃都不用吃的 那這個秋水仙 是一個很好的療劑來的 那當然呢 如果這個病人呢 背景是有痛風的那樣子 那當然痛風呢 男士比較多啦 懷孕的女性呢 比較會少些 看得到的 好了 還有一種呢 是什麼呢 是Tabacum Tabacum是什麼呢 是煙草來的 是一種煙葉 是一種煙草 Tabacum smoke 是一個香煙的煙呢 是製造出這個療劑的 那有些人呢 是否一聞到煙就會作癌 是的 是 就是有這樣的症狀 那所以呢 如果一個孕婦呢 都是有作悶 直接嘔吐 也都會幫助到這個這樣的症狀 OK 那還有呢 Tabacum呢 很多時候呢 用在什麼呢 雲車浪的 那所以很多時候那些人呢 坐身車呢 就雲車浪呢 聞到煙呢 就會作嘔作悶 這個呢 就是用在Tabacum 煙草 用在雲車浪 都好得用 這個Tabacum 很好的療劑 來的 好了 那還有呢 就是維他命K 那很多時候那些人呢 就用以前的人呢 打K針的 補血針 那樣的 那也都發現呢 維他命K呢 也都會幫助我們呢 舒緩到那個 任神這個問題的 好了 還有什麼其他東西呢 有那個Camomile 楊金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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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 Raspberry 紅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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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茶呢 亦都幫助一些女性呢 就有舒緩到的 那很簡單 就喝些茶咯 不是沖些茶來喝咯 好了 那除了我曾經所說的 那些主要的那些療劑呢 原來同外療法 有些其他的療劑都很好 那為什麼我經常說同外療法呢 因為在那個孕婦期間呢 我覺得呢 最安全最安全的工具 治療工具呢 都是同外療法的療劑 是 那這個療劑是什麼呢 是乳酸 乳酸 OK 那這個症狀就是 它一早就一起床 一醒呢 它就作悶了 OK 那還有呢 是流很多口水的 還有呢 那個胃裡面 有一種灼熱的感覺 OK 還有呢 是很有趣的 吃了東西舒服的 嗯 那這個跟一般的不同 一般是不能吃的 是啊 乳酸這個療劑呢 那個症狀呢 是 一早就起床 一醒 作夢 之後呢 就不舒服的 它喜歡吃 但吃了之後呢 它有點不舒服的 那白頭翁的人呢 通常呢 就容易哭泣啦 它很情緒化啦 那很多時候呢 女性呢 在懷孕期間呢 有一種 不明來因的哭泣 那加上呢 就會作嘔啊 作悶啊 那這個是白頭翁 就是要遇到這個這樣的 這種型的女性呢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療劑來的 好了 那最後呢 就是那個 Sepia Sepia是什麼呢 是蜜魚汁 那蜜魚汁也是的 當有些味道呢 有一些味刺激它呢 它不行的 蜜魚汁的女性呢 它喜歡吃甜的東西呢 還喜歡吃酸的東西 嗯 尤其是那些醋那方面的東西呢 它特別喜歡吃的 那蜜魚汁的人呢 通常的人是怎樣呢 那人呢 是很敏鎮的 還有呢 它感覺自己呢 那人呢 就已經就是 累了 因為我懷孕期間呢 整個人都疲了 沒有了精力啊 我叫做 英文叫做 Won out 了 即是 虛脫 疲勞過渡的 那這種的症狀呢 就是它可能呢 哎呀 我為什麼要懷孕啊 那為什麼要這麼辛苦啊 那這樣 就好像很多埋怨 很多不開心 因為很多時候呢 是那個蜜魚汁的 型的女性來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會一直可以 跟大家介紹就是 那個底質水療 是 是不是 還有那個微循環 那個系統呢 那個治療呢 也是對那個 那個孕婦的 孕婦的 孕婦的 嘔吐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謝謝 謝謝袁醫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一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 預約回診 2577-3798 可愛的聽眾 也可以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袁醫生網上回診 可以電郵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送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去YouTube 搜尋不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看看我們的節目 謝謝袁醫生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www.healthshop.com.hk